那他接下來規劃還有什麼事情? 就是規劃段落錄音的順序 那再來就是最後一個面向 就是我們要掛什麼效果 這樣就是後期的事情 所以你在錄音的時候沒有用pick up 對不對?就是microphone 是因為琴的限制決定的 還是本身你就預想不要有pick up的聲音? 其實是琴本身的限制面向的聲音 因為那一把吉他是沒有聲音器的 我們後來才決定都要mike 那接下來要聊到的事情是就是效果 剪輯怎麼決定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我們是錄完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何龍老師那邊 他好像有先做一個樣板 因為何龍老師他會一些編輯的能力 所以他有做一些預想的樣板 可以混音室這樣子 所以他有貼一些他覺得蠻酷炫的效果 然後做做看 當然他因為像reverb的話是類似是我決定的 因為我好像想要這種reverb的感覺 我有貼一個範文給他 然後再來就是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段落 就是我就想說 然後老師如果他沒有想法的話 我就放手讓他去試試看 因為我有聽過他之前前期平衡序 還有他的一些作品這樣子 我就發現說他其實蠻擅長用這些 我比較不會的delay 或是phrase之類的一些特殊的效果 所以這方面其實你也就是放手給他做這樣 對 我就想說他有什麼想法 他就是說說看 然後我聽你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多 就有觀察很多 彈木吉他 這一類 對木吉他這一類的人去非常需要學習的事情 真的真的 就是這一類的人他們很 至少我見到的啦 很多真的都很不會用效果器 對 所以對這一些音色 然後整個表達上面的狀況 都會一直停留在只能有吉他這件事情上 對 對 這也讓我聯想到我之前在拍一些效果器的短班的時候 特別開到了木吉他的這個族群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多事情只能講得很表面 因為他們沒有想像 他們沒有那個畫面 所以你講了一些比較深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去想像 就會變成他們沒有辦法去理解那個事情 所以這方面就會讓我回過來聯想到就是 上個我們有討論到的話題就是 你對這個音樂的想像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會變相的說你沒有這一方面的 認知 認知啦 想像啦 就會變成說你會局限在這個範圍裡面 對對對 沒錯 這個是我覺得很很可惜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在製作過程中其實就有探討這個問題就是 我想要做的是什麼 其實有探討啦 就是我想要做的是純木吉他 還是我想要做以音樂為主的就是有掛效果這種感覺 那因為其實我自己個人的話我會比較喜歡就是能夠多樣化就多樣化 我覺得因為它就是一個音樂作品 對啊它就是一個音樂作品 像我認知的finger style就是 因為這個有點想要跟大家探討就是關於finger style的面相這樣子 因為我認為finger style它其實還是有一層面就是好看性 木吉他就是你單彈木吉他然後用很多技巧不掛效果的話 它其實那個感覺是滿好看的而且很新奇的 對就是它其實還是有一些視覺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些youtube的頻道 你在看一些演奏家 你為什麼會那麼喜歡看他們彈 不是聽他們彈 是看他們彈 有些音樂就是要用看 結合看 你會覺得很精彩這樣 對啊 這就是我覺得finger style它的一個特色吧 其中一個迷人 對但是我的這張作品嘛是錄的 我是還蠻不會 我那時候預想是它會丟到串丟平台 所以我就有跟何文老師說 我是想要以音樂性為主 對就是所以你想要掛效果 我其實也有聽很多像Pattery 或Tommy好像也有一些定吉他什麼的效果 奇怪的效果這樣 Tommy比較沒有 Tommy Tommy就是大部分 他是定吉他時期比較多這樣 Feel Cage Feel Cage好像很多 對Feel Cage 對有一個斷手指的 所以就是我就聽 因為我平常也會聽他們作品 我就哇 單聽我就覺得很好聽 很精彩這樣子 就不一定要配合畫面這樣 所以我想做的就是類似那種感覺 你說到說到這邊我想要推薦 推薦一個人 就是Mike Dawes 喔Mike Dawes 我剛剛想到 對他也是 他也超像 你知道聽他的音樂讓我想到什麼嗎 就是 聽他的音樂我可以很明確的 知道一件事情 當然這是我自己想像的 但是至少 我覺得我可以蠻肯定的 想像他頭腦裡在想什麼 我覺得他的音樂讓我有這種感覺 就是我聽他的音樂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他腦中有很明確的編曲畫面 就是Mike Dawes他的音樂可以讓我非常清楚感受到那個畫面 音樂的畫面感 然後還有他的想像 他可以讓我感覺 我看得到他的想像的畫面 那個感受是非常深的 就是他已經想像好這一段就是要這麼做 就是而且不是這一段這麼做這種畫而已 是他想像到比如說他假設啦 他的想像畫面是整個管弦樂團 他是可以讓我看得到他的想像的這個畫面 對就是他已經讓我看到就是他已經想好他的成品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他都已經想好 聽他的音樂讓我覺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很 他的很多歌都讓我有這種感覺 他可以讓我感受到這些事情 然後這些事情不是你沒有去想像這些東西 可以做出來的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有一點好像不太清楚 但是我已經盡量講了 他可以讓我非常的明顯感受到 這件事情 對他的畫面非常讓我感受到是非常清楚的 對 所以這也才是為什麼我前面會想要提像這樣子的問題 去問一個畫面感啊或是什麼 因為我會滿好奇這件事情的 對當然怎麼做都會有好聽的音樂啦 都會有不一樣層面好聽的藝術作品 對只是我會滿好奇這件事情 到底每一個人的想像畫面 然後最後執行出來的成果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 像我覺得和龍老師他就是 他可能是依照我的口述 就是我對於這個音樂的想像 然後去揣摩就是 來加什麼比較好這樣子 所以像他加那個很像Phraser那個東西 我會覺得 突然變成很有魔法感 魔法的感覺 就會變成是你看就是 原因是什麼 你不知道有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就會變成是你沒有辦法想像 所以這為什麼是我剛剛前面說 我會覺得很可惜 就是很多木吉他手不夠了解效果器的原因 因為少了很多音樂上面的可能性 可能性的 對啊那變成說你會縮小你的想像範圍 沒錯沒錯 如果你的想像範圍就這麼小的話 等於說你想像出來可能只有五種結果 在挑哪一個是你最喜歡的 可是如果你的想像範圍能夠撐大的話 變成說搞不好最後可以有十幾二十種在挑 然後搞不好十幾二十種個別都是很好的成果 你只是在挑一個你想要哪一種讓大眾聽到 這也是我這一次製作學到最多的 學到最多的禮物 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值得思考真的 所以你的效果那一方面其實就是交給何榮 協助你想像那個畫面 對對對 這一次也是這個製作人幫我做到 我覺得很加分的事情這樣 是他先製作一個sample給你聽 對對對 然後讓你去挑嘛 對對對 然後再丟給剪輯師去做比較正式的處理 沒錯沒錯沒錯 了解了解 那接下來就是錄完了嗎 嗯 然後決定效果怎麼狀態弄完了 對 那接下來就是挑剪輯嗎 還是有讓你挑嗎 你說我們的段落基本上 就是他的混的過程啊 然後有沒有丟什麼東西出版啊 什麼讓你挑 應該還是有比如說前奏的長度 我記得好像有剪一下 不同的版本 對對對 頂多就這樣啊 其他的段落好像都蠻複複的 就是覺得欸OK這樣 對對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就是 比較明確的段落我們都挑好了 只有前奏那個 我剛剛說的有一些語氣長度段落 我們有稍微剪和聽一下 對然後後來還有一件有趣的事發生就是 我後來就是聽完之後我就想說 欸我覺得在前面前奏很適合加那個 我很想要加那個 成名鳥叫 對 所以這個才是後來 這個是最後已經是最後階段 我後來跟賀龍老師提到的 後來還在加 因為我後來 幫助那個整個聆聽感更有畫 對我後來又想說 欸有這個的話 因為到時候如果我的MV場景什麼的 應該就可以直接拿來用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我已經預想好了 然後我的專輯封面的構圖其實也是那時候 就已經想好這個場景 所以我就決定一定要加這個東西 嗯哼了解 對 那接下來接下來是做 再來就是魂音了嘛 魂音 送去魂音和Mestering 嗯 對對對 Mestering是怎麼樣 這個這個過程就 就更無趣了 就是我後來就 什麼都沒有參與 就是欸他們魂 魂魂魂 欸丟給我 欸聽聽聽 欸好欸 了解 大概就是這樣的過程 後來就是 也是賀龍老師那邊的 那個 所以大概 長期工作的對象這樣子 大概到魂音這個階段 就比較沒有我的事了 你就沒有太多的參與 對我後來就是聽 就聽解過 那就你知道的大概後面有做哪一些事情 呃後來應該就是 效果器好像 有在用魂音室那邊的效果器 嗯過 然後再來就是過代嘛 然後還有什麼啊 我想一下 那些叢明鳥叫的音色 音源選擇這樣子 嗯 就應該就只有這些 後期的製作就只有這些 我知道的啦 我知道的是錄完了嘛 然後當然效果那一些是 就是肯定在魂音的時期大概就是會做這些 對對對 然後魂音完了以後會經過所謂的 Mastering 還有母代後製這樣 母代後製 對那大家可以再去查一查啦 那就我的理解是 魂音是單一首歌曲的編輯 對對對 然後Mastering比較像是 一整張 去做調教 所以他調的比如說 整體性 對整體性的 大小的 你會常在聽到說人家講 調Mastering 是在調這一張專輯的風格 對因為有時候可能你這一張 幾首歌會有不同的風格 哦風格風格 對那有時候聽覺上會太跳痛 對那 就是可以去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我畢竟是單曲 整個 整個Mastering的 狀態的EQ啊 對對對 或是其他可以跳的東西 去平衡這每一首歌之間的東西 對啊 就我知道的是大概做類似這樣的效果 嗯 那你都是交給他那邊的人 對對對 所以應該都在台灣 對對對 是海馬工作室的唯一室 嗯 了解 對因為像我的話 我就是Mastering那個時候 有知道說有一個國外 對然後我就也有就是 好要不然就送到國外好 羨慕羨慕 對就是 隨便弄這樣 就是各種測試這樣子 看看國內外的各種差別 這個就是我沒有的經驗 就是可能真的有差我覺得 一定會有差 每個人的風格 其實主要是個人風格啦 對 因為台灣現在的技術來講 我認為也不會差到哪裏 非常重 只是 那個風格上確實 因為混音我都找台灣的嘛 對 我就想說不然找一個國外的 哈哈哈 哎呀 國外比較香 就是 戳戳看嘛 對啊 那如果還有機會有下一個作品的話 那或許我再試試看不同的人 確實這個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是要實驗才會知道 沒有接觸過都會知道 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 對啊 那這樣弄完了以後 後續呢 你接下來錄音完以後的規劃 因為接下來就會碰到 後來的規劃 製作完成之後的商品規劃 因為製作完了以後就是一個商品 對對對 那這個商品後面的規劃呢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在後期其實我後來就是要做 因為可能要發串流 所以一定要做單局封面 所以再來就是單局封面設計的問題 所以設計的問題 對對對 當然應該就是遇到這個層面的問題 那時候比較尷尬的是遇到疫情 然後我找的 因為我本來是找我姊姊想要做插畫 清姊姊姊 因為我姊姊是刺青絲 酷 那時候我跟他討論就是 我想要做什麼樣的風格 然後我好像有畫一個參考給他 對 然後我本來是想要做的 有點像繪本的東西 我有給他 你有看過野獸國嗎 沒有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野獸國 這個童話繪本的話 他真的會很像 就是完全以那個模範下去做這樣子 因為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繪本 還有最喜歡的風格 就是那個繪本這樣子 然後因為剛好也是怪獸的主題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想 立馬想到這個東西 我就給他 給他這個範本這樣 可是後來就遇到疫情 所以那時候 其實卡了很多 各方面的事情 然後又是清姊姊 所以最後就是 脫稿 無限脫稿 有時候自己人就是很容易有這種問題 後來就經過了一些無限脫稿 後來我就 急得出 所以我就 後來就找我 我堂姊 怎麼那麼多姊 我們家好像都蠻會畫畫的 所以我的那個粉磚的那個封面 就是我堂姊畫 後來就是 覺得這個風格好像也蠻適合這種 誓言會的這種風格 後來我就找我堂姊 然後我堂姊就 迅速的把我弄出來 生出來這樣 還蠻快的 這個過程就很快 講到設計我也有一個可以分享的事情 是 我的那個整個過程真的是經歷超多磨難 真的超多 故事是這樣 就是我原本已經找了一個設計人 就是我已經要做了嘛 然後整個錄音什麼都在規劃 然後設計我也就先想好 因為我有做實體 然後我就先想好就是我要做了這樣子 然後就已經有先找一個設計師來幫我設計 然後都設計好了其實也很快 可是後來在整個製作的過程就是 我慢慢想就是會想要做一個團隊 然後看能不能就是怎麼樣執行這個團隊 然後讓這個團隊可以有某方面的運作 然後慢慢的結合 結合不一樣的人才 那甚至可以拍一些YouTube 或者是規劃一些相關的東西 然後去去run這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我為了想要試著嘗試做這件事情 我開始去找了一些不同的人 有文案的人 然後有有美術的人 然後之類的有不同面向的人 這樣子 然後後來發現就是企劃 我也是經歷了這個事情 我後來也才發現企劃的重要 因為你看我找了這些人 然後總得有一個人發號施令 那這些人是我找的 變成是我 可是其實你知道就是我找這些團隊來 我是想要盡量少做一點事情 我其實事實上有一個本意是這個 因為我想要把專業發出去 分出去 可是問題是我少想了一個東西 是我要分這些專業的出去 這個分的人的規劃 還是落在我頭上 領頭的那個決定權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整個就是做一做 變成很多事情慢慢的開始碰壁 然後開始慢慢的越來越不順 然後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我還找那個設計 然後我為了做這個東西 然後把這個東西 開始去設計一些我的商品啊 然後周邊的規劃 我為了做這件事情 我有把那個原本的設計打掉 哇 然後等於說我原本已經畫好的那個設計圖 我不要 然後找這個新的設計 再幫我設計一個東西 然後再用這個風格 再去延伸周邊的素材 做一些周邊產品什麼之類的 這樣 我那時候要做著周邊也想了很多 這樣子 然後這樣延伸出去 然後後來發現 他畫出來畫也不是我要的 有啊 風格也不是我要的 而且我還挑了很多不同的人 我還經過篩選的 然後可是後來也發現就不是我要的 然後可是就是已經run了一大圈這樣 那個疲憊感 真的是 那個疲憊感 對啊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 我還是回去用了我原本 然後這個團隊也還是直接散了這樣 了解 就是我繞了一大圈 然後這中間錢花的不多啦 但又等於又是又重新再花了一點錢 就是 真的好勞累 對 想要那個過程確實 我也是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企劃的重要 然後整個規劃的人的重要 就是 沒錯沒錯 你怎麼又嘆氣了 啊哈哈 我以前我們都是自己做 然後我們的團隊比較小 對啊就是 一個設計一個我 對啊 那你接下來就是他幫你設計完了以後呢 後續其實我就只有做一些 類單曲的小小周邊 像有 一些卡片 然後還有那個 到時候粉專的一些插圖 然後還有海報 對對對 相關的周邊 這樣子 所以是現場賣嗎 還是我在你的平台都買得到 對對對 那個文創周邊應該 我會想要在現場賣 到時候看情況 會再 賣 賣 到時候再說 會再看狀況就對了 看狀況就對了 那你完了以後 接下來呢 你的宣傳你怎麼做 我的宣傳 就是有點佛系 有沒有 佛系 就是 我的想法是 就是我受到多方意見 還有協助 各位大師們今天要去 協助這樣 就是我到時候可能會 發 宣傳這個單曲的 不同面向的演出吧 比如說我覺得像MV啊 直播 或者像我今天來錄這個節目 對對對 就是很不同面向去探討 我的這個作品的感覺 我直接講白一點啦 你在錄這張之前 你有沒有想宣傳的事情 沒有 各位觀眾 聽好了 這就是我想說的 這就是我想問的 你知道嗎 我也是做了那一張以後 我知道你比較 沒有沒有 我也沒有想到 我也沒有想到 然後我是做了以後 才意識到說 我在做的 沒有我是在做的過程中 才意識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在做的過程中 趕快想 我也是超多啦 對 然後 我現在還在想 然後後來 我想了很多 很多都沒有用 想的跟做的不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 你沒做過會變成是 很多事情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注意到 是啦 然後你也不知道執行 到底會遇到哪一些困難 沒錯沒錯 對啊 然後 好啦我直接講白一點 我的宣傳完全是失敗的 對因為 我後來意識到就是 finger style圈就已經 我在台灣就已經夠小了 我的宣傳又沒有push出去 等於說 又沒有讓足夠的人知道 我出音樂這件事情 我出了原創的作品這件事情 了解 就等於說 我整個後續的動作都在做白狗 了解 我老實講就是這樣 就是這是讓我 意識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紅不紅先不講啦 但你宣傳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有宣傳出去 你就有機會 但是如果你宣傳完全 花了錢什麼的 然後結果都沒有出去 都沒有達到效果的話 對對對 真的是做白狗 確實確實 對啊 我後來也才知道 其實你真的要在做 甚至在錄之前 你就要先規劃好你的宣傳 了解了解 甚至你的宣傳是 以年來單位下去做 你今年打算做什麼 然後你預期的效果達到哪裡 然後做什麼樣子的風格 品項 然後 預計跑哪一些場 然後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再慢慢規劃到你的錄音 了解 然後製作的歌曲的挑選之類 甚至講白一點就是 宣傳是要放得比你歌曲還前面一點的東西 好像可以怎麼說呢 對啊 我後來意識到 當然其實後來也會發現就是 很難 很難 對我們來講很難做到這個樣子 對 因為像我後來有遇到一個學生 他是比較有在做網路宣傳方面的之類的 然後有聽過他分享一件事情是 真的要做比如說 下廣告這件事情 他們是會下兩個廣告 先下少少的 然後兩個文案去推 看哪一個有效果 然後去研究為什麼會有效果 然後把另外一個沒效果刪掉 然後再推這一個 然後再慢慢去做 然後你未來會越來越有方向 我聽到 越來越知道客群 爆炸 我完全不知道 而且該怎麼分析我也不知道 對 就是廣告 就變成這個是一個太複雜 又回到我們剛剛講 有稍早有講到 就是專業這件事情 對 對啊 後來就是 我總結我自己 Anyway就是 這一切太重要了 但是我們能力又有限 所以能注意的 我們盡量多分享 了解 然後多注意 對然後慢慢的 還是得靠專業 對 可是我們還是得先知道 了解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去 會沒有利益 你不可以考到這一部分 是是 你到時候就會直接 這我真的會 直接就會失足 就是會這個樣子 了解了解 這個其實也是一塊我非常想要 跟大家 大家聊的事情 分享 對啊 就是因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個東西 結果出來的東西 喔 推力不夠 推力不夠的話 整個是 我覺得會有 某一層面的信心打擊 嗯 沒錯 會有 那接下來就是 你還會有很多合約的問題吧 欸 還好耶 就是我目前的串流平台 我只有一個 就只有一個合約問題而已 就是跟串流平台 那我串流平台 是包給一個叫派哥的網站 所以我就 他其實就是streetvoice的 他其實就是streetvoice的 對對對 所以他 只要跟他對完合約 其實很多平台他會幫你上架這樣 那你合約是自己看嗎還是 對我自己看 合約老師那邊也有一些 製作人那邊也有一些經驗 他有跟我先聊 哦 所以我大概知道 他在講什麼 然後有什麼要注意的 嗯 就這樣而已 嗯 所以製作人 很感謝他 真的真的 這個作品老師幫我很多 很棒 所以很多後續的一些活動 其實也大概都是 有 會挑這些場地 其實也都是有一些人脈啊 還有幫忙 這樣子 我才會拍這些演出 所以我的想法會比較 比較單純一點 嗯嗯 對不對 我比較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也是受到很多人幫助 這樣也很好 這是我的 不太一樣的方向的規劃 這樣子 對啊 主要聊這一塊 我是希望也告訴大家知道就是 並不是說 錄完了 就結束了 對對對 其實錄完了 後續你要怎麼樣把你的商品 放到各個通路 這個其實是 又是另外一個 這個是一個學問 另外一個問題 而且也會面臨到一個 我相信普遍很多人不太會遇到問題 就是合約的問題 合約真的是 然後 合約這個東西真的也是太可怕了 法律 對 真的太可怕了 這跟法律有關 這也要很小心 對啊 就是 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點 當然有一些細節 沒有辦法聊太多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專業 但是 我覺得至少在這邊提醒大家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只要跟金錢有關 就是還是要好的詳細閱讀和了解一下 然後合約真的就是要非常注意看 沒錯沒錯 然後注意了解 然後裡面的一些用法 就明明大家好好的講話 你把那些文字寫下來就好 當然合約的文字就會寫著 你看不懂這樣 法律就是 對啊就是 要非常注意 對 如果大家想了解流程的話 原則上 簡單分享就好了 就是 你可能要先把你的作品 先註冊到ISRC 對 就是讓 有點像幫你的歌曲打身分證 然後其實蠻簡單的 過程就是 就是打完身分證之後 你再送去派歌 然後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 國家認證的一個歌曲 那你就可以到 前往二月你就可以發送你的歌曲 這樣子 大概流程簡單 講簡單是這樣 但是時間 還有一來一往的那個回信啊 就是 還會有很多email 會有很多 要寄信回信這樣的事件 所以其實這首歌 很早就錄完了 我老實說 但就 中間的過程真的是 頭蠻久的 會有一些文件的事情 要處理 不同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這真的也是告訴大家 不是錄音而已 所以有一個團隊 或真的有一個人幫助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一兩個人就好了 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自己做 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 自己能力OK 要懂得找人來幫你 是是是是是 專業來幫你去做 你不專業的事情 沒錯沒錯 沒錯 就是這樣子 OK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你整個到現在製作完的一路 心得嗎 就是你的感 你有什麼感想之類的 我覺得 就是 首先吧 就是感覺 真的要感謝很多人 就是沒有 從評審開始啊 有些人鼓勵 你好像得了情曲獎 沒有啦 就是 謝一輪 但是對單曲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真是 我自己也沒有想過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要走 Fingerstyle 可以這麼說嗎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一邊摸 一邊嘗試 覺得好像我可以 有能力這樣做 然後也得到大家的認可 之後我才 決定 要不然原本你想做什麼 其實我本來 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 會寫歌的人 所以我沒有往這方面想過 你知道嗎 所以你原本是想說就是 你就是 教學啊 當樂手這樣嗎 對對對 完全沒有想到要走 Fingerstyle 你沒有意識到就是 你還可以做 創作這件事情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只是 創作有沒有做 創作這個起頭的問題 對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開端 這樣子 但當然就是 因為我 一直以來想法就是 因為Fingerstyle 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 它也只是我喜歡 音樂的 真的是一部分 嗯 但這個東西我又 有一個認知就是 我真的認為它 它也 比較偏小眾 嗯 所以我對它的心態 一直都是我覺得 這個是我真心喜歡 做的事情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我並沒有把它 的壓力擺得非常大 嗯 就是我還是有在 工作和 這一塊去做 那個取捨 對啊 所以這一塊就是 我覺得我做Fingerstyle 的初衷就是 我真的是覺得 很開心 嗯 然後過程中 我很享受 有經歷到很多不同層面 然後能夠把 能夠寫出自己的作品 這件事情 也是在Fingerstyle 這塊我才能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 比較有能力去做 後來才發現說 欸原來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嗯 所以 目前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路到現在吧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就是 欸 每講到Fingerstyle 它能夠讓我真正能夠表達 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這樣子 對啊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很大的 回饋吧 就是我們很開心 對我獲得到很多 其實 也讓我想到我們 我們前面有講到的 其實就是 你開始透過吉他 開始透過音樂 了解自己 對對對 就知道你的能力 然後 更知道你的喜好 沒錯沒錯 然後 包括整個彈奏的過程 你喜歡 什麼樣子的聲音 聲響 表達 技法 等等 然後透過這個其實也想跟 後輩講一下就是 因為我覺得子彈這塊 大部分的人都是練曲子比較多 嗯 但其實創作這件事情 它並沒有說 真的你想那麼複雜 嗯 對它其實可以很簡單 啊也可以是 只要是你想得到你喜歡 你都可以做做看去嘗試 我覺得 這個是亞洲好像比較缺乏的一塊 就是原創子彈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用講亞洲啦 至少就是台灣 台灣 對 我覺得是很容易沒自信 其實就是太容易沒自信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而且包含我自己也是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過程中 大家可以不用想那麼弱 就是放膽去做 喜歡什麼就彈出來 對 有想法就盡量去嘗試這樣 然後過程中 對 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志祺這樣 對對對 所以其實也很想透過我這個案例 跟大家介紹就是 欸其實我也是 像磨磨咚咚咚 然後好像也沒有很厲害 可是 也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也能夠做到 就是你想不到的那個程度 對對對 這個蠻像會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這其實也是這個 這個影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有一點像案例分享 就是 你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然後整個過程 經歷了什麼事情 或許都可以給不同的人 有不一樣的參考 沒錯沒錯 然後幫助他們在 在整個經歷上面可以 更有個方向 對解決一些 他們或許面臨到的問題 沒錯沒錯 對這個是這個影片最想 分享給大家的 好頻道 好那那一樣就是到了 節目尾聲 有沒有什麼想宣傳的啊 好那接下來的活動 可能都會在 1月左右 在1月6號 跟大大工作室有一個 直播的節目 直播 對就是 大家在線上就可以看到 然後我現場彈那個Fingershop的音樂會 喔好酷喔 這比較特別一點 我覺得 這是算是一個跟著 時尚的東西帶走的一個 一個事情耶 對對對 不錯不錯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突破 就是好像 不太面向的一個專場演出 這確實是蠻 蠻新潮的 有空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可能會跑 台中的 玩具島 對 台中在1月14號 1月14號 然後我會跟一個歌手做演出 跟歌手的 所以不只是你自己的 對對對 那會有你的演奏嗎 都會有啦 都會有 就是我們兩個一起的 對 那還可以看到你做伴奏 沒錯 所以這一場應該也會蠻精彩的 然後再來是 接下來15號的 高雄路人咖啡 然後就是 接下來就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演奏 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會陸續 在不同地方有一些 這場會不會找人 再說 所以接下來就是陸續在 各地會有不同的專場 對對沒錯 但還在安排 還在安排 三四月可能都還會有這樣子 所以一樣啦 大家就是密切注意 就是宇哲的頻道啊 YouTube的IG 追起來好不好 追起來 應該搜尋我的名字 宇哲 然後打 look 應該都會有 我們以前都是用這個名字 資訊來下面也都會有 OK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啦 非常謝謝你啦 謝謝大家 謝謝董姐安 好 那就到這邊 掰掰 拜拜 耶 你又回直播 感谢观看